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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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的輕 比手機還要輕 那它還有附一個這個插筆的 就是當你這個沒有使用的時候 可以插著 接起來變成這樣子 放在桌面上 很像一種鋼筆的感覺 放在上面 這一個呢 這個荔座做的也 非常的有質感 看一下 筆身是鋁合金 看起來也是非常有質感 這支是樣品版 它之後會再出一個正式版 到時候再看一下 這個是Wastik Pandriver 這個是Wastik mini版 看到它的 尾端呢 是Type-C的充電筒 它的好處呢 是不怕插錯地方 正反都可以插 看一下內部 有兩個按鈕 那正面呢 有兩個按鈕 這個順時鐘 鎖緊 這個按鈕呢 是逆時鐘 把它轉鬆 看一下它的轉速呢 是 每分鐘200轉 它上面呢 還有附三顆LED 在你轉的時候可以同時照明 不怕在黑暗中這樣磨黑 對不到螺絲孔 就是 200轉的感覺 逆時鐘轉 這一顆逆時鐘 來看一下 順時鐘 200轉 然後 它提供雙力矩 就是 手動可以到3牛頓米 然後電動呢 0.15牛頓米 或是你手動加電動這樣也可以 好 既然是電動的 它裡面就一定有電池 它裡面的電池呢 是260NH的磁電池 根據官方的說明呢 它是40分鐘就可以充滿電 然後可以使用6小時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它的螺絲的接頭 這個是S2的合金鋼 可以看上面有寫S2 好 這個是新手版的 它附的接頭呢 是20顆 裡面有20顆的接頭 那專業版呢 56顆 好 那我們來 修看看東西囉 好 詹姆斯這邊呢 有一支 以前的很久的手機 這是菲利普的 超久的 超久的 那我們看用 Wastik mini 可不可以把裡面的螺絲給拆起來 那首先呢 我先把它的電池給拆掉 一般像筆電 還有一些電器 如果你要做維修的話 最好是把它都 電池跟電源都把它給拔掉 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好 那可以看到裡面有 四顆螺絲 一 二 三 四 那 近看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 不是 十字的 好 它是這種 T8 T6 T5 這種的 六芒心的 螺絲 那 我們用T6 T6 我們找T6出來 這不是一定把它給拆上去 它上面寫一個T6 看一下 好 S2 是它的材質 S2的合金鋼 T6是它的規格 那 選用螺絲呢 要用到剛剛好的 不要太小 也不要太大 你太小的話 下去轉可能 螺絲可能很容易就滑芽了 那直接把它給吸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試讓它可不可以轉得下來 它的扭力呢 電動的話是0.15 有盾米 好 這樣就轉一顆了 是不是很快呢 再來第二顆 好 這樣又下來一顆了 它這個螺絲都不長 轉下來的時間還蠻快的 3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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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顆螺絲就下來了 非常的迅速 那之前呢 是要拿 螺絲起直的那邊 慢慢慢慢慢慢轉 好 數量多的話 真的會轉到手 非常的酸 好 再把它來鎖回去 WASTIK MINI 來鎖這種比較小的螺絲 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加快你的作業速度 如果女性長在修東西的話 那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其他的物品 先把這個螺絲轉回去 看這樣速度非常的快 好 這樣就完成四顆螺絲的拆裝 那我們來試試看另外一個物品 好 看到這一個呢 是溫度計 它被電池肉液弄壞掉 看一下裡面 那個藍色的部分 就是它的 電解液的流出來 好 導致它沒辦法使用 我們把它拆開一下好了 看之後要怎麼更換 好 那它的 四個螺絲呢 看一下 1 2 3 4 它是十字的 好 我們用 PH0 這邊有一個PH0 十字的 那它裡面附的呢 那它裡面附的呢 總共有 三個 十字的 PH000 PH0 跟PH2 我們用PH0的 來拆 好 總共四個螺絲把它拆掉 那就可以把它 可以完整拆起來 好 這樣就 拆起來一顆了 第二顆 第二顆 這邊的比較深一點 好 再來這邊 有時候電池盒裡面也會藏螺絲 看一下 沒有好 這樣應該就可以整個拉開了 就可以檢查一下大概哪邊受到汙染 像這邊 這邊 接頭的部分 電解液已經留到這邊來了 所以之後可能這個接觸的片 跟這個 這個電線把它換掉 好 之後再找材料來換才可以 然後再把它給鎖回去 然後基本上用這個 Wastik mini 來拆的話 非常的快 我再把它給鎖回去 這邊原本就沒有拿下來 把它按下面這一顆 鎖緊的 鎖緊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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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完成了四顆螺絲的拆分裝 非常的迅速 那我們接著來試看看可不可以拆萊卡的這個數位相機 那萊卡的數位相機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是十字的 好 我們使用的是PH000 可以看一下 是比較小的十字 PH000 三個零 好 來看一下這邊 下面蠻多螺絲的 1 2 3 好那這一台 萊卡呢 沒有壞掉 沒有故障 我們只是拿來做實驗看看 可以把上面的螺絲給拆掉 用這個Wastik mini 好 一樣呢我們把它轉送呢 按上面這一顆 好 這樣非常的迅速就可以把它轉下來 看到這個螺絲非常的小 而且蠻短的 所以它轉下來的速度蠻快的 這邊總共三顆 它上面是有上那種藍色的膠 讓它不會因為震動就鬆掉 好看上面有 藍色的膠 在上面 好我們就把它給鎖回去囉 做一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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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完成這三顆比較小的螺絲的彩妝 蠻迅速的吧 這一支是詹姆斯很久以前的太陽眼鏡 這個是雷鵬的 算古董的吧 二十年以上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Wastik mini 可不可以把它的鏡角給拆下來 那看一下這邊呢 它這邊是一致的 這個螺絲蠻小的 那它這邊一致的總共提供了三種規格 這個是新手組的螺絲披頭總共有三種一致的螺絲規格 SL1.0、SL2.0跟SL3.0 我們要選用最小的一個SL1.0 看一下 SL1.0 SL1.0 螺絲接頭 我們來鎖看看 會不會把它拆下來 會不會把它拆下來 清了一舉就可以把它拆下來囉 怎麼可以鎖回去 好 這樣就鎖回去囉 好 這樣就鎖回去囉 好 這樣就鎖回去 進去囉 好 這樣就蠻快速的拆跟裝 這個是眼鏡的部分 眼鏡也是可以的 這一支呢 是NERV的電動槍 它是靠電池的 那這個已經壞好幾次了 小朋友一直叫我幫他修呢 一直拖 因為這個要拆非常多的螺絲 你看到 應該有10顆以上吧 那時候在修的時候 拆到手非常的痠 所以後來他叫我在修就一直把它給拖著 好 我們用這個 Wastik mini 看可不可以把它很輕鬆的轉開 跟鎖回去 那詹姆士選用的是 因為這個螺絲呢 比較大 所以選用的是PH-1的 那PH-1呢 這新手組合裡面也沒有附 它是附PH 再來就跳PH-2了 剛好詹姆士之前有買了一個 小米的 裡面有附一個PH-1的 可以拿來通用 這邊螺絲非常的多 那比較大顆呢 通常需要扭力比較大 我們看這個Wastik mini可以把它轉開 那這一個NERF槍呢 它有兩個保險 算是 它這邊有微動開關 這邊有一個 就是說一定要插上 插上這個彈夾 它這個電路才會通 然後再來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蓋子要蓋起來 這邊一個微動開關 要蓋起來 它電路才會通 通常都是這兩個的問題 那我們再拆其他顆 這樣蠻輕輕鬆的就轉開了喔 不用像以前那樣拿著的螺絲起直 轉到非常的 手非常的痠 你看它這個螺絲還蠻長的 看一下 螺絲蠻長的 如果十幾顆要拆的話呢 手會很痠的 好 那你拿這個呢 這個非常的重 好 再來喔 那如果有鎖比較緊 然後拆不開的話 你可以用手動 手動濕力 然後配上它的電動 就可以 把它給轉下來 不然就是呢 你先手動 把它轉鬆了 然後再用這個電動的 把它旋轉下來 這樣也可以節省一些地氣 好 看到這邊 已經五顆了 還有喔 好 這樣應該全部都轉鬆了 就可以把它給拆開了 好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微動的開關 這邊 就是這邊要扣上去 它會往下壓 這個電路才會痛 按這個的時候馬達才會轉動 好 接下來這邊還有一個 它這個藏在下面這邊 所以呢 有問題的話可以檢查一下是這樣的問題 導致它電路沒辦法接通 它馬達不會轉 好 那詹姆士之後再修了 今天是來試驗一下這個螺絲筆 那我們再把它給裝回去 可以看到這邊螺絲呢 3、2、4、6、8、4、14 總共14顆螺絲很快就拆下來 不用像以前在我們室那邊說 拆這14顆螺絲也拆到手非常的酸 再把它給鎖回去囉 速度應該也是非常的快 140個 Pedro ? 看看能源 คลัге Lucy 哇 娜娜 這樣就完成了這支NRF電動槍的螺絲拆跟裝 這樣一下就完成了 用在那邊鎖的沛沛串 我們使用了這支Wastik mini來拆裝了手機 眼鏡還有NRF電動槍 那現在還是有電 它的續航力還不錯 不會一下子就沒電了 那使用起來蠻方便的 因為拿起來蠻輕的50克而已 不會像拿一種比較重的電動工具 剛才說大型的螺絲的話 大顆螺絲還是用這種比較大型的電動工具 或是這種 BOSE的這種大的電動工具 那如果你是維修小型的 像電動玩具啊 或是一些比較小的機殼啊 機殼啊 或是溫度計比較小的電器用品 眼鏡 鎖錶 鎖錶 應該 這支Wastik mini應該都可以勝任 而且它擺在桌上 沒有工具的感覺 很像就是一支筆在這邊 當做一顆擺飾也不錯 今天這個Wastik mini的試用呢 就到這邊 詹姆士覺得這個產品還蠻不錯的 如果你經常有在維修小型的物品 的話呢 確實是可以 考慮過路一支來使用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我是詹姆士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